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特知道你跟哪个野男人睡过 既然你不告诉我 我自己会去查 为了那个野虫吵父亲 你也不嫌丢人 像你这种行为等同于告诉全世界你被未婚仙怨 被野男人给强奸了 我要是你 我早就死了 算了 你们母女俩做了那种事都不嫌丢人 我有什么好丢人的 大不了 我把目标转移到封九瓷身上 你敢 你敢动痘痘一根毫毛 我却敢对封九瓷动手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不知道看到我躺在你男人床上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嚣张 九瓷绝对不会看上你这种女人的 你敢碰她床一下 我就把你的皮疤了 堵碎了胃狗 秦梅浅冷笑两声 他掐断电话 独留秦马一人在手机另一端发狂发疯 妈咪 你怎么出来了 我担心我爸妈照顾不好孩子 打算带豆豆去公司上班 这怎么行 你们公司允许 老板是我发小 他最多说两句闲话 没事的 我们关系很铁 对呀 妈咪 我都见过九叔叔了 他面相看着很不错 是个大富大贵儒雅的男人 你还会看面相 会一点 豆豆意味地发现秦梅浅的手上裹着纱布呢 妈咪怎么受伤了 呃 这 没事 好点了吗 昨天可是留了一手新的鞋 今天该不会又要让你做那些粗活吧 燕燕 别在孩子面前说这种事 那不是粗活 就是正常工作 秦梅浅怕豆豆担心 低声提醒续烟 那怎么就不是粗活了 亏他风家还是云城第一好门 堂堂地业集团首席CEO 居然这么欺负你啊 太飘厉了 是风叔叔还妈咪受伤的 不只是他 还有那个秦婉儿也是坏 昨天半夜居然跑到我家门口威胁我 要不是看的人多 早就撕碎着白莲花的脸了 说到这儿 徐烟扭头对秦梅浅说 我们还是要早点找到豆豆的父亲 你那边有消息吗 查不到 没有权利查 你把详细信息都告诉我 我找人帮你查 盛德酒店 797号房 六年前 燕燕 你让我查事情可以 但你问给酬劳了 多少钱从工资里面扣 不要太过分就行 徐烟在这方面倒是十分豪爽 为了秦威浅的幸福 花点钱对她来说并不算什么 谁让他们俩是好朋友呢 走到徐烟跟前 伸手在她腰间轻轻一带 把她搂入怀中 酬劳不能按钱来算 我不缺钱 你抱我干嘛 咱们有事说事别动手动脚 不给我碰 还想让我帮你查 左则宇霸道得在徐烟的腰上狠狠一掐 没想到徐烟的肉还挺多的 手感真是太棒了 她越掐越喜欢 没有衣服挡着的话 那感觉估计会更好吧 男人的眼中多了贪婪和强烈的占有欲 徐烟迷茫地看向她 眼睛睁得大大的 明明她什么都没做 可到底是爱了二十多年的女人 一个眼神却足以让左则宇彻底沦陷 忍不住低头 想要捕捉女孩粉艳的唇绊 那是她向往已久的地方 徐烟见她越凑越近 眼瞅着就要稳上来 不由分说 啪的就是一巴掌呼在了左则宇脸上 醒醒 你就不能像个乖巧的女孩子安静等我亲吗 有病啊 跟你说正事 能不能查到 不给亲 不回答 咱俩小时候亲的还少吗 能查就赶紧的 不能查我就去找别人 左则宇忽然有些头疼 她感觉徐烟脑子一直缺根筋 小时候过家家的亲亲和现在的亲亲能相提并论吗 她生气了 也不说话了 徐烟见眉折了 在她的脖唇上亲了一下 不过刹那间的功夫就从她的唇上离开了 男人彻底僵住了 眼中是一闪而过的震撼 这下可以了吧 赶紧去查 晚上我再过来问你情况 我先出去工作了 说完 徐烟就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左则宇就那么在原地呆愣十多分钟 才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 想起臭丫头那没心没肺的样子 她就一肚子的火气 她甚至有种自己被轻薄的错觉 而徐烟就是那个屎乱中气的渣女 哪有人亲完就跑的 左则宇气得不行 但还是按照徐烟给的信息去查了 毫无疑问 盛德酒店是封酒司名下的产业 797号房间是这座酒店里头最尊贵的总统套房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不对外开放的 不对外开放的房间要么是有问题 要么早就被人包下了 左则宇打了一个电话给封酒词问 你们酒店797号房间为什么不能预订 有事 好奇 你在查什么 你想什么呢 我好端端地查你干嘛 就是以前住过这房间觉得舒服 最近有朋友来了想预订这个房号 谁知道没了 所以才来问问你 那房间疯了 没有 谁在里面住 我 简简单单的一个我字让左则宇皱起眉头 徐烟让他调查的房间居然是封酒词在住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左则宇瞬间沉默了 脑海当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很多乱七八糟的画面 其中就有徐烟进到酒店和陌生男人发生了难以启齿的事情 他忽然觉得头皮发麻 对封酒词也多了几分敌意 啪的一声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一个字都懒得多说 他心里想 徐烟这个臭丫头 他要真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他打了内线电话给秘书 让徐烟过来 怎么样 查出来了吗 左则宇憋了一肚子气 酸溜溜地问 在我告诉你之前 你得先告诉我 你跟这房间里住的人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怎么了 徐烟不记得睁大眼睛很是疑惑的样子 没有一点关系 你去查人家干什么 你到底帮不帮查 不帮的话我就走了 徐烟转身要走 丝毫没有半点求人的态度 左则宇气得不行 这臭丫头 也就敢在他面前蹬鼻子上脸的 想不说吧 又怕他生气了不搭理自己 左则宇气呼呼地叫住他 回来 再不回来我就不说了 赶紧说 你有没有点求人的态度 左则宇质问 严瞅着徐烟又要冲自己发火了 他的语气立刻软下来 行吧 我告诉你 那个房间六年前谁在住 我不知道 但现在已经被人封起来了 为什么 出事了 银里里面有人住着的 住的人是封九祠 准确地说 那个房间已经成了封九祠的专属 他不回家的时候 就会去那个房里住 这么多年 只有他一人 所以你要调查的事情 跟封九祠有关系 对吗 徐烟陷入了沉思 跟封九祠没有关系 我想请个假 我先走了 又要去见谁 不批 留下来陪我 不批我就辞职 徐烟很高傲地扬起下巴 临走时还不忘把痘痘 塞到左则宇的办公室里头 不好了左则 徐烟出事了 什么 左则宇蹭的一下 就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我刚才去楼下准备买东西 看到秦氏集团的秦婉儿 带着几个人把徐烟堵住 凶神恶煞的 还把他推倒了 话都还没等秘书说完 左则宇就已经气冲冲地下楼 果真就看到秦婉儿 带着几人在欺负徐烟 他非常的生气 他守护了二十多年的小丫头 他自己都舍不得用力碰徐烟一下 这个秦婉儿怕是活腻歪了吧 此时此刻秦婉儿正因为找不到痘痘 而把怒火全部都撒到徐烟身上 把孩子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 打坏你的脸 贱人 你再动我一下试试 被骂了的秦婉儿心中怒火中烧 毫不客气地朝着徐烟脸上甩了一巴掌 可手还在空中时 就已经被抓住了 左总这是 你要打坏谁的脸 我在跟朋友说事情 没要干什么 是吗 左泽宇笑得邪宁 握住秦婉儿的大手 猛地一下用力 秦婉儿痛得惨叫起来 左泽宇 你疯了吗 放手啊 我倒是觉得 是秦总疯了 年纪不小胆子倒是挺大 动我的女人 你也配 我是封九词的未婚妻 你放手 她若是知道了你这么对我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那你就让她来啊 狠狠一推 秦婉儿啊的一声惨叫 就摔在了地上 左泽宇 我跟你施不良力 再让我看到你欺负徐烟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说着 她拉着徐烟大步地离开了 徐烟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 这是她第一次被左泽宇保护 忽然间觉得这男人的身高 有两米八的气场 你刚才好帅啊 你是傻子吗 被欺负了也不知道还手 长那么大快头干什么的 连个小女人都打不过 呃 神剑有保镖好几个 我哪里打得过 左泽宇拿出手机说 严助理 徐烟保公司找两个保镖 负责保护徐烟的安全 哪里受伤了 我没受伤啊 谁告诉你我受伤了呢 左泽宇不信 沉着脸上上下下地 就把徐烟打量了一遍 也没从她的身上找到半点伤口啊 可她记得秘书之前说 看到秦婉儿把徐烟推倒来着 真是越想越生气 跟我去一趟低业集团 我要去找风酒瓷 给个说法 别去 去那里干什么 风酒瓷又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 只是你得罪不起 走 徐烟阿姨 豆豆是在这里等着 还是跟你一块去呢 豆豆还在这 你还是别去找他了 我担心秦婉儿那个疯子 一怒之下对豆豆下狠手 又不是你的孩子 管他这么多 浅浅是我的朋友 他把孩子交付给我 那我就有责任保护他的安全 你再说这种话我就生气了 左则宇沉默了 终究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在一旁的豆豆也感觉到自己不太受左则宇的欢迎 所以一大早都没说话 徐烟被左则宇勒令在公司里头待到下班 豆豆就一直坐在徐烟身旁 他也不吵不闹的 风叔叔就是个大坏蛋 在公司里头欺负妈咪 他的未婚妻还跑来徐烟阿姨这里来欺负他们呢 豆豆想了想 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给风老夫人 这个消息发出去没到一分钟 风老夫人就一个电话打过来 风老夫人的声音充满了焦急 没多久 风老夫人就亲自来到了徐烟的公司 秦婉儿来找你们麻烦了 徐烟认得风老夫人 看了一眼豆豆 小家伙正朝着他眨眼睛 也就是找了几个保镖把我们打了一顿 没下多重的手 还真是 我会好好教训那个女人的 给你们母子一个交代 风奶奶 别了吧 秦婉儿敢这么做 可就是照着有风叔叔成药 你教训他一个人没用 要教训也要连着风叔叔一块教训 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 还是算了 别因为我一个外人 伤了你们母子俩的感情 续烟都看得呆了 这小家伙煽风点火的本事也太强大了吧 堪称无敌呀 风老夫人最看不得的就是痘痘哭了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小家伙就是格外的疼惜 在家里时是生怕她磕着碰着 秦婉儿倒是厉害呀 居然带着人来别人的公司当众打人 就算有风九辞罩着她 风老夫人也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周辞 你要帮帮我呀 那个左泽宇太欺负人了 你看我的手和脚都流血了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教训她一下呀 封老夫人推门而入 立声说 教训谁 秦豆豆 她怎么会跟在老夫人的身后 他们 他们难道知道了 秦婉儿害怕得瑟瑟发抖 一时间都忘记说话了 妈 出什么事了 你还有脸问我出什么事了 这个女人跑去逗逗妈妈的公司 把他们打了一顿 这个你是不是该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我没有 你有 你别胡说 封奶奶 他打了我 他打了我 还说我 我不活了 老夫人 我没有 他在撒谎 秦婉儿怎么也没想到 这小孩居然这么可恶 他什么时候跟封老夫人搭上关系的 一向瞒不讲理又尖酸刻薄的封老夫人 为什么还要这般地护着秦豆豆呢 秦婉儿死死地睁着眼睛 似乎要将眼前的秦豆豆撕开看个彻底 眼神既锐利又狠辣 心底犯上的却是无穷无尽的恐惧 他明明一直都关注着封九祠的一举一动 封九祠根本就没有接触秦豆豆的机会 而秦豆豆回到云城之后 就被自己第一时间藏起来了 虽然没多久之后 豆豆逃走了 但他应该是被秦为浅藏起来了 怎么就会认识封老夫人呢 豆豆还叫他封奶奶 难道说 封老夫人知道秦豆豆的真实身份了 不不不不不 应该不会的 秦为浅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在封九祠手底下工作了这么久 也没一点动静 所以封九祠肯定不知道 他生了孩子的事情 但至于封老夫人的话 想必是之前在哪儿遇到过秦豆豆 看着喜欢然后就认识了 对 一定要稳住 秦婉儿心里打气着 他如今的地位 所有的一切都是封家给的 这个时候他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如果出了任何的偏差 只会便宜了秦为浅这对母子 这孩子身上没有一点伤痕 哪里有半点被打过的痕迹呢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冤枉我 没有痕迹就没有被打过 你这是什么逻辑 人家年纪小 恢复得快 而且你打我的时候也没拿刀砍 没拿挣扎 当然看不出痕迹 一派胡言 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欺负你呢 秦婉儿就是打死不认 无凭无据 他就不相信了 秦豆豆这小王八蛋 还能把他怎么样呢 而秦豆豆也知道秦婉儿不是什么好人 肯定是不会承认的 他也没打算让秦婉儿承认 风奶奶 我看就这么算了吧 我又没有证据 哎呀 我的手 风老夫人想起秦豆豆之前摔伤的是左手 手还疼啊 不是已经好了吗 只好了 今天被褚褚胳膊扔在地上又疼了 我没有碰过他 对呀 你没有碰过 都是我自己的错 我和我妈明明见 活该被抓了 还要被打 秦婉儿被这小混蛋快给气死了 他觉得不能这么就让秦豆豆掌握主动权 你在这冷嘲热讽般的煽风点火 到底是谁教你的 小小年纪就坏成了这个样子 是要被抓起来的 你老实交代 是谁让你叛咬我的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这个小孩污蔑我 还给我扣上一个莫须有的污名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反驳 难道就让他诬陷我吗 豆豆跟你无冤无仇 如果不是你主动去招惹他们母子 他又怎么会指责你 我看你是小辈的份上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给豆豆道歉 现在 马上 九磁 你知道我的为人 我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小孩子 你帮我说句话好吗 豆豆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人的 他会这么做 想必是因为你们之间有过节 他点到为止 懒洋洋地抬起眸光 打亮了这一大一小 就好像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般 浑然都没有要参与进来的意思 陈奇最近一直在调查 秦马儿和秦豆豆的关系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什么也查不出来 可即便什么都没查出来 风九磁也肯定 这两人是绝对认识的 他邪色的目光落在秦豆豆身上 更多的是想看看 这小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搅乱订婚典礼的人是他 一口一个要找妈咪的人也是他 最后带着风老夫人来教训秦马儿的人也是他 风九磁感觉到这小家伙对秦马儿很有敌意 可偏偏他真的挺喜欢这小家伙的 风奶奶 我和他没有过节 你之前在订婚典礼上闹 这不算 一句话就让秦豆豆和秦马儿脸色煞白 风九磁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两人错愕的表情 现在人都到齐了 是不是可以说说你们的关系了 平静的声音让两人十分的恐慌 秦马儿现在一下子明白了 风九磁怀疑他们的关系了 他忽然很后悔去找徐燕了 就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好好解释清楚 会很难脱身的 但是要怎么解释呢 难道告诉风九磁自己跟秦威浅关系差价 秦威浅看他不顺眼 故意让豆豆缴获他们的订婚宴的吗 那这不就是在等于给秦威浅做嫁衣吗 万一风九磁突然起了好奇心 跟豆豆做了亲子鉴定 那他就全完蛋了 他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虚有 坐在身旁的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如果这该死的小王八蛋 敢胡说八道泄露了秘密 那么他秦威儿一定会把他随时挽断的 我跟他没有关系 那他为什么要找你麻烦 我 我之前不小心得罪了他们母子 想必也真是因为如此 这个小孩才会丧尽天良道来陷害我 秦威儿避重就轻 把一切责任推卸到秦豆豆身上 他就不相信自己这么大的人了 还逗不过一个小毛孩 什么订婚宴呢 妈 当初在我的订婚典礼上闹事的 就是你腿边这位 豆豆 你们以前认识 不认识 既然不认识 为什么要在婚礼上闹啊 我 因为他欺负了我和我妈咪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高兴就 所以就是秦威儿欺负了豆豆他们母子 豆豆为了泄愤才在那么盛大的典礼上闹事的 那么这么一来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 这都是我的错 我活该背叹 冯奶奶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的错 秦威儿现在就已经成了你的儿媳妇了 说不定不久之后 你就有孙子了 都怪我害了你 小可怜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秦威儿原本是很生气的 身怕豆豆脑子里头进水跟他来个鱼死网铺 可没想到这小王八蛋居然这么听话地认错了 老夫人 既然一切都说开了 那就没有什么再说的了 我们就算是扯平了吧 您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秦威儿迟疑着 不知道封老夫人想干嘛 封老夫人一步步地走近他 仰手啪的就是一巴掌打在了秦威儿脸上 老夫人 你真是 这下算是扯平了 她提醒着封九辞 管好你的人 我年纪也大了 不想在一些阿猫阿狗上浪费时间 这手啊 打起来人也怪疼的 晚上下班回家 记得给我买瓶药膏 说完转身就走了 霸气得简直不要不要的 原本还想要找封九辞撑腰的秦威儿 听到封老夫人的话之后 脸色煞白 如此聪明的他 又怎么会听不出封老夫人是在故意暗示自己 封九辞是他儿子 就算封老夫人当着封九辞打人 封九辞也不敢说半个步子 我先走了 封九辞没有挽留他 只是冷眼地看着这一切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他并不开心 校午时分 陈奇从医院拿着鉴定报告 回来交给封九辞 上头白纸黑字地写着 秦豆豆跟秦婉儿 根本就不存在血缘关系 也就是说 豆豆是在撒谎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打了一个电话 给封老夫人 妈 晚上带豆豆回家吃饭 把她的母亲也请过来 接到电话的封老夫人低头 问身边的小家伙 晚上要不要带着你妈咪一块 回封家吃个晚饭呢 你封叔叔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想亲自请你们吃饭道歉 不了 妈咪很忙的 就不要再打扰她了 而且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封叔叔那么喜欢那个秦婉儿 都怪我之前做错事 否则他们就成一对了 哎 傻孩子 你压根就没做错什么 我也不喜欢那样的人 当我儿媳妇 你呀 嗯 做得好 嘿嘿嘿 封老夫人狠狠狠地夸赞叨叨 并且随手就把电话挂了 后头封老夫人说了什么 封九词也没听到 她只是觉得好笑 习惯性地朝着窗外看了一眼 正对着她窗户的那个办公桌上 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之前秦威浅在的时候 封九词抬头就可以看到秦威浅 那会儿怎么看她怎么不顺眼 现在往外看不见人了 封九词反倒是有些不习惯了 秦威浅在仓库那边干得怎么样了 做得很好 一个人硬是完成了四个人的工作量 不过听主管说 那双手估计要废了 刚才我还专门去仓库那边看了一眼 伤得挺严重的 陈其会声晦涩地描述秦威浅受伤的手 封九词忽然沉默了 他没说要见我 没有 见封九词似乎有些生气了 秦威浅可能觉得愧疚 对不起总裁的厚望 没有里面见你 所以才选择一个人 默默在基层为总裁效力 你倒是挺会说的 让他来见我 好 陈其快步地离开了